各位線上的朋友大家好 非常歡迎大家再一次的參加我們EVER台灣的 今年每個月都有的一場線上的活動 那今天非常非常榮幸的邀請到 我們的資深鳥有證渴 來跟大家分享關於歐科的辨識 因為歐科這一類的鳥 在台灣的應該講物種數雖然不是很多 但大部分都是前期性或者是偶爾出現 其實在辨識上其實難度也是有相當的高 那證渴其實在相當多的這個鳥核類群辨識上面 都投入非常多 今天他就針對這個歐科的部分來特別跟大家分享 那在證渴的開始營養之前 我還是提醒大家一下 等會在加入線上的一個活動的朋友們 就是記得把你的麥克風跟鏡頭都能夠先關起來 那如果你在營養過程裡面有任何的建議或問題的話 你可以先打開我們的訊息來 等會我們在發問的時候呢 我們會針對你的問題先做處理 那我們就歡迎今天我們的獎之政可 來針對歐科辨識跟紀錄要點 來跟大家分享 好那麥克風交給你 好 大家好我是政可 那今天大家一定要聽到最後 因為結束有抽獎 然後我Eber記了那麼久 到現在都還沒有抽過中獎過 我希望今天可以中獎 好那現在就來開始講我們今天的topic 那先大概簡單介紹一下 我的資歷呢就是資深鳥有 那我大概從1995年就開始看了 大概是小學三年級的時候 那大家圖裡面可以看得到這一張 猜猜看是哪裡 是以前的漢堡濕地 我看現在的那個漢堡 現在好像也蓋了很多風機了 我很久沒有去了 那以前那邊就是可以一直把車開到海裡面去 對然後反正看賞鳥有一個優點 就是可以看著環境一直在變遷 那我目前也是Eber審查小組的志工 對那另外我的別稱就叫做鼎寮王 那為什麼叫鼎寮王呢 大家從這一張就可以看得出來 那就是我從大概2015年的時候就開始在鼎寮做紀錄 那我累積到目前這個800多筆 這個是800多筆的紀錄 就等於說我大概有花了兩三年的時間 每天都在鼎寮那邊晃來晃去 所以我名符其實可以叫做鼎寮王 那目前那邊已經紀錄到大概260種的鳥 那我個人在那邊也有記得240種 好 那我們就趕快來進入主題 那我們先大概看一下我今天主要會針對這幾個部分來做介紹 那一開始就是大概講一些比較基礎的概念 就是一些歐啊燕歐的差別 然後再來是歐這些歐在台灣的狀態 然後台灣介紹一些點可以看歐的地方 那另外就是我們在APP啊紀錄Ebert的時候 這些歐歐這些歐類的分類群組 我們要怎麼樣去記錄才會比較正確 就是大概講解一下這些分類群 那接下來就是後面兩個topic就是比較挑戰的 因為我們圖鑑上面啊有很多的圖片 然後描述也都很清楚 所以針對圖鑑上面有的資料資訊呢 我這邊就不會多做介紹 我會比較針對一些可能比較深入的去講一下 大家都會有點捕傻傻的大歐的部分的辨識 然後另外再來就是燕歐的部分的話 就是會講說我們如何在實地野外怎麼樣去辨識 就是在距離很遠啊 或者是看不次很清楚的狀況下如何去辨識燕歐 好那歐科裡面大概就是分成燕歐亞科跟 燕歐亞科對 那歐歐的話呢 我一直覺得他都是最宜然自得的鳥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他的實性最廣 下面可以看得到 就是這邊吃海星這邊吃兔子 那他也會吃冰淇淋 然後也可以吃薯條 對所以他什麼都吃 然後呢 他又可以在水上面飄又可以游泳 然後在天空又能夠飛 然後又可以騎著別的歐 成把天空 所以我覺得難怪大家會說 以後想要當一隻海鷗 應該就是這樣子的概念 那燕歐的話呢 燕歐就比較沒有那麼的吸引我 因為他就是一隻小小的很會飛的鳥 那他的飛行能力很強 然後他跟歐最大的差別就是說 他比較不會浮在水面上 不會在水面上面游 當然少數時候也是可以 因為他們燕歐也是有譜 所以也是偶爾也是可以看得到一些燕歐 他可以停在水面上 但幾乎這些燕歐啊 在水面上的時候 都是會停在一些漂流 漂流的東西上面 好那剛剛說到燕歐 他其實是遷徙能力 飛行能力很強的鳥 因為我們就世界上面 遷徙距離最遠的 就是這個北極燕歐 那他是 顧名思義 他就是北極南極這樣子跑 那這是一篇study 就可以看得到說 這邊他是兩隻 兩隻個體他的遷徙路線 一個是從格陵南飛到南極 那他南下的話是 飛了34,600公里 那再來他從南極 在飛回北極的時候呢 是飛了25,700公里 那另外一個是從 從這個是芬蘭這邊紀錄 從丹麥 從丹麥這邊出發的另外一隻 北極燕歐 他南極是29,700公里 那北返的話是19,000公里 那從這張圖 我們還可以另外看得到說 就是有些候鳥啊 他們的遷徙路線 不一定 南南下跟北返都是 同樣的路線 就是他們像這個南下的時候 他是會先繞到 美洲的東岸 然後再來又繞到非洲的西岸 那回程的話反而是從 南美洲的東岸 然後再到非洲的西岸 所以他們的遷徙路徑 不一定都是這條去就那條回來 好,那我們大概先簡單介紹一下我們台灣的 常見的或者是比較容易有機會見到的歐跟燕歐 那從這邊來看的話 我們按照他的遷徙狀態 歐的話主要就是會有渡東跟過境 那渡東的話 就是依序就紅嘴 黑嘴 然後海歐比較少見 海歐的話大概可能每年 大概兩三筆三四筆的紀錄 對那這些歐的渡東時間的話 大概就是在 十二月到一二月 就是十一月大概到隔年的三月之間 那另外這三種 銀歐、小黑貝歐、還有灰貝歐 這三個的話就是我們 等一下後面大歐辨識要討論的重點部分 那這邊簡單可以先大概看一下 其實我們在鳥類辨識上面 體型是一個很重要的指標 因為我們看這些歐或者水鳥 我們一看過去的話 其實會大大小小 那這個都是很好的參考依據 所以體型的部分呢 就是大家在野外辨識的時候 需要特別上面去注意 像紅嘴鷗比黑嘴鷗大一點 那海鷗又會比紅嘴鷗再大 跟紅嘴鷗差不多比他稍微大一些 那這些銀歐、小黑貝歐跟灰貝歐 這個的他們的體型就是相對是很大的 對 所以體型是相對蠻重要的一個觀察的指標 好 那過境的話呢 最常見的就是黑尾鷗 那這個像剛剛那個北極燕歐說的 他的遷徙路線也是蠻 也是他比較是在大陸的東海這一帶 在那邊巡迴巡繞 那在台灣蠻特別就是他大概只有1月到3月之間的數量會比較多 就是等於說你一年不是說能夠春天跟秋天都看得到 一年你大概只能看得到一段的時間 那我們這邊從Eber的資料我們可以來看一下他的大概遷徙的分布圖 他遷徙的狀況 那這個顏色越紫藍色就代表他在那個時候記錄到的頻率是越多的 那我們看他這樣子跑 就是可以看到下面這個是月份 他在六七八九月的時候主要都是在韓國跟日本的沿海會比較多 那到了秋冬的時候呢 這些點就轉變為黃色就是被記錄到的頻率相對比較少 那可以看得到台灣就是台灣比較多的紀錄的時候大概是在1 2月3月的時候 那其他的時間點呢他又往北又跑到了這個黃海的地方 那其實我這個地方看了很久其實我還是看不太懂他到底是怎麼繞的 就是他們的遷徙路徑或者是在那邊晃來晃去的狀態是怎麼樣 因為在因為他有很多地方有流鳥 但是也有一部分的族群是遷徙 所以相對於他們的這個遷徙的狀態是相對比較複雜跟混亂一點 好那接下來再來看一下就是燕歐的部分 那燕歐在台灣的話有繁殖有杜東也有過境 那繁殖的話大概最常見的就是這六七種 那依序就是鳳頭燕歐然後黑嘴端然後白眉燕歐 玄燕歐紅燕歐蒼燕歐跟小燕歐 那這個下面的圖沒有按照實際的比例 那主要的特徵就是大概講簡單說一下就是鳳頭燕歐它的背的顏色會最深 那 黑嘴端鳳頭燕歐的話它背的顏色是很淺 那我講的這句話是很重要的 因為其實在野外中你要找黑嘴端鳳頭燕歐 從背去找會比從看嘴巴尖端的黑色去找來的容易許多 那這個就是白眉燕歐玄燕歐紅燕歐蒼 這個等一下在後面也會有一個比較整體性的整理來介紹怎麼分辨 好那再來杜東的話主要是兩大兩大種 那一個就是離海燕歐還有黑腹燕歐 那離海燕歐是台灣燕歐裡面體型最大的 所以而且他嘴巴又是最紅的所以其實比較不會被認錯 那他的都杜東的地方大概都是雲嘉南的沿海地區 然後黑腹燕歐的話呢也是在雲嘉南 他全台灣都會有在杜東 那比較大的族群就是在北門啊七谷這一帶 大概每年都有上萬隻在那裡杜東 那這些過境的意思就是說 他的族群可能比較是局限是在春秋的這一段時間 在台灣才有機會看得到 雖然說烏領燕歐在台灣他是寫有可能有繁殖 但不過以我們這幾年的實際的觀察經驗來說 其實真的很難去有記錄到這個部分 所以我會比較認為說他在台灣地區的海域 還是比較像是一個過境的族群 那黑腹燕歐算是今年的明星了 因為他是在2013年我跟許承弟弟那時候 先在三線台那邊看到 那後來陸續大概隔了5年 2018年在三線台又被看到一次 那再來就是今年的話 算是大爆發吧 就是在澎湖啊 在橫川外海 在高雄都陸續都有被記錄到 所以今年應該大家 蠻多人都有去看這一隻黑旋燕歐 那歐嘴燕歐的話呢 他也是比較體型比較大嘴比較粗 那他也是大概主要的過境期是在春 春天的時候跟秋天 那夏天他常常會有一些 以宜蘭來說 夏天常常會有一些 未成年的滋留個體 那普通燕歐的話 他很明顯就是在春秋的時候 會有很大量的族群過境 那白鴨燕歐的話 他是屬於海洋性的 所以在靠近台灣陸地的周圍 其實比較不容易去看到 那白癡燕歐也是很明顯 他是過境的鳥 大概春秋的時候 在台灣才會記錄到 那有很多是一些未成年的個體 因為他沒有繁殖壓力 所以在其他比如說夏天啊的時候 我們在台灣也都可能會看到 但這種時候我們不會說 他是流鳥或者是夏候鳥 因為我們通常說夏候鳥是指 他們要有繁殖 那這些沒有繁殖壓力的很多鳥 像除了燕歐以外 像黑麵皮鹿這些 如果現在夏天也越來越都會滯留在台灣 那這種滯留的話不會 我們不會認定說 他是夏天的族群 好 那剛剛大家有看到那個黑尾歐的部分 就是用資料 其實他就是我們做Eber 我們記錄Eber有一個很重要的功能 就是說我們可以提交這些資料 大數據給Eber 給就是做學術研究的這些單位 去做一個資料的收集跟參考 那這個就是 那我們剛才看到的那個遷徙的圖 他就是用這些我們的資料數據 然後去整個分析去模擬出 他的一個遷徙的路徑 用他的出現的頻率去做 那我們也可以就是每個人上Eber的網頁 也都可以很容易可以去查到這些的資料 就我們從首頁然後進入到Eber科學這邊來 那下面有一個這個現況與趨勢我們點進去 之後呢這邊就可以檢視 就是有被做成模擬那個遷徙路線的所有的鳥種 因為這個做這個模擬的圖需要有很大量的資料 那目前的話資料的使用者越來越多 我們資料當然就越來越完整 那目前的話是沒有到非常 沒有到所有的鳥種都有這樣的遷徙圖 那不過之後相信會越來越多 那我們點進去就可以看得到 就是每一類啊 他都會有秀出來哪些鳥的話 是已經有被做成這樣的遷徙圖 然後我們就可以點進去看 就還蠻有趣的 大家都可以上去Eber裡面去玩玩看 那我們這邊再看一下 陰歐的遷徙 就是一樣是剛剛的分布圖 那他跟黑尾歐比較不一樣 就是他很明顯就是比較典型的這種 夏天是在蒙古這些地方繁殖 然後冬天的時候呢會往南遷 遷到就是東南沿海這些地方渡東 那因為大陸的地區的部分的資料比較不足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個他模擬的圖的範圍呢 就是感覺好像會有些地方秀不出來 會有點局限 對那這個都是因為資料量不足的關係 那另外的話這個就是他會把它依照就是剛剛的那個 剛剛那個是動態的 那他把它分析做成靜態的話 我們就可以他可以用顏色去做區分 就是比如說紅色的這個是繁殖劑頻率最高的地方 那黃色的話這個就是過近的時候會出現的機率最高的區域 那藍色的話就是非繁殖期的時候他們會出現的機率最高的地方 那我們再來看另外一個是白癡黑焰 白癡黑焰他的在台灣就是剛剛講的 他是很明確就是過近 就是春秋的時候會過近台灣 那我們看這個圖的話就可以知道說他 繁殖的時候是在中亞的地區 那他會往兩邊跑 就是會有一路的是往非洲去渡東 那有另外一路是往東南亞這邊來渡東 那台灣的話就是過近 那我們一樣可以把它看成就是他的 他把它弄成靜態的話 他的繁殖地區就是在整個蒙古然後中亞到莫斯科到歐洲 那渡東的話就是在有到澳洲跟非洲南部 所以他們遷徙路徑也是算比較長 那中間黃色跟綠色 綠色的話是指他北返的時候要去繁殖之前的路徑 那黃色的話就是他繁殖完之後的路徑 就從這張圖可以看得到有些地方 其實也是一年只能看得到他們一個季節 不是說春秋都看得到 好那台灣有哪些地方可以看歐呢 以就是剛剛講的大歐來說的話 大歐比較特別的環境是港口 那另外的話就是常見就是一般有河口 潮間帶漁溫 燕歐也是喜歡這樣子的地方 那燕歐比較特別就是一些繁殖 我們可能在遠洋或者島嶼的地方比較看得到 那實性也會影響到他們出現的點 在這些歐跟燕歐裡面呢 就是黑嘴就是歐的話黑嘴 還有歐嘴燕歐其實兩種都是蠻愛吃螃蟹的 所以他們比較會常常在潮間帶的地方被看見 那另外白妖燕歐就是剛剛也有提過 它是屬於海洋性 它不會靠近陸地就是在過近期 它其實都是在海上 所以大概只有在外海的漂浮物上面呢 我們才能夠比較容易看得到他們的身影 那我接下來用這張就是台灣的IBA的 重要濕地的地圖來大概介紹一下哪些地方可以賞歐 那從南邊開始這邊是大鵬灣 那邊是一個大的西湖港灣 那這邊的話比較能夠常見到就是一些燕歐 燕歐類 那高坪溪口的話可能偶爾會有一些大歐 就是黑極歐這些的出現 那高雄北邊的永安濕地 這邊它這邊的話呢就是它是比較淺的淺的濕地 所以這邊會比較常見的有歐嘴燕歐跟離海燕歐 那另外這一區就是四朝七谷將軍北門 這一大區的範圍呢就是黑腹燕歐渡東的大本燕 那其他偶爾也是也是會有一些大歐在這邊 像紅嘴歐或者是一些燕歐這些都會在這邊渡東 那再往北就是布袋東石跟鋪子溪口 那鋪子溪口的話也是紅嘴歐渡東的大本燕 那那邊偶爾也會有一些被找到一些稀有的歐 像是小歐、插尾歐、細嘴歐 細嘴歐在布袋 那這些地方就是一些特殊的歐都可能在這邊找到 那我們再往北一點就是彰化方苑 彰化漢堡方苑這一帶 那這一帶的話就是常常就是有大歐 比較多數量的大歐、燕歐、小黑貝歐 這些會在這邊渡東 大概就是台灣渡東族群最多的大概 大歐渡東的族群大概就是在這邊 然後還有在剛剛東石熬谷那邊也會有一些 那台中無錫魚港就是比較特別的一個港口 可以看大歐的點 那他的話比較適合看大歐的季節大概就是在 12月、11月、12月到12月之間 這個時候就是我們台灣大歐的數量會比較多 一部分是渡東跟一部分是像黑貝歐一樣的過境族群 那在這邊的話就是常有紀錄到灰貝歐 我也會有海鷗的紀錄 那外島的話就像澎湖這個就是很著名的夏候鳥 就是一些白梅歐、玄燕歐、玄燕歐、紅燕歐這些繁殖的地方 所以這個就是夏天很熱門的燕歐賞鳥點 那另外馬祖的這個燕歐保護區鐵尖島 這個就是最早被黑嘴段燕歐進來被記錄到有繁殖的地方 那西部的話宜蘭的大溪漁港 他這邊的話也是在村 他這邊主要特別是在港外面有一個礁岩 那很多燕歐跟歐都喜歡停在那邊 從大概1月、11月、12月的時候呢 會有大歐在這邊出現 那再晚一點大概3、4、5、6月之後 就會有一些燕歐、鳳頭燕歐這些會在這邊聚集 那宜蘭的南洋溪口也是燕歐的大本營 對那這邊的話燕歐數量大概每年的春天、夏天 大概都可以有八、九種、七、八種以上 所以要挑戰大家辨識功力的話 來宜蘭這邊可以 可以就是訓練 就是可以挑戰自己的那個辨識的能力 看看能不能這裡面看認出各種燕歐 那再往南的話 花蓮的壽豐養殖區 然後還有玉里這邊的山民養殖區 這個都是屬於比較餘溫帶 重古的餘溫帶 那這裡的話就是也都是燕歐比較喜歡的地方 所以一些黑腹燕歐啊 或過經期的白痴黑燕歐這些地方都可以看得到 那再來台東的部分的話 台東三仙台 這裡在那個八拱橋的外面的膠岩 每年固定都會有蒼燕歐跟紅燕歐繁殖 那這個也是最早黑玄燕歐被發現的地方 那所以這個地方其實夏天、春天來這邊賞 看燕歐也都不錯 在這邊就可以有很特別的視角 就是你從八拱橋上面然後往下去看燕歐在抬頭看著你 那再往南的話呢 就是台東的北南溪口、太平溪口 然後還有資本養殖區 這一大片的腹地就是也是會 溪口的部分呢 就是偶爾都可以看得到一些比較特別的大歐 像是也有記錄過海歐、燕歐都有 那餘溫的話就是一樣 就是大概黑腹燕歐、白癡黑燕歐這些 也都是主要會在這邊密食的地方 那地點這邊大概講完了 我們接下來趕快再進來這邊講Ebird的 這個分類群的紀錄的方式 那從我們的List上面看起來 這樣子看會有一點比較混亂一點 那我這邊依照他們的那個樹狀圖 再把它 就是樹狀圖在那邊做 排序下來 那最大的那個分類群就是歐科 那這個是在最下面這邊 就是如果你看到一隻可能很遠 那你也搞不清楚是歐或者是燕歐 你就可以選這個選項 那接下來的話 會有兩個一個是歐亞科 那一個是燕歐亞科 那就是橘色的這個框框 就是比如說也是很遠 然後你可以確定他的飛行是像一隻燕歐的話 你就可以記驗歐亞科 那如果你知道他是一隻大歐 可是看不清楚是什麼大歐 你就可以寫大歐類這個 就是選這個歐亞科 那歐亞科就是等於說也有包括像是 紅嘴歐黑嘴歐 不管是不管是不是大歐 大歐就是我們剛剛提的比較特定的是指 像是灰背歐啊 銀歐小黑背歐這種體型 大概六十幾公分的這些歐 我們算是把它叫做大歐 那其他比較小的歐 比較小型的歐的話 你都可以記錄是記錄在歐亞科的地方 那再來就是這個 在亞科裡面的這個類群的話 就是還有一些像是大型燕歐類 那這邊的大型燕歐類 他這邊有列出兩個鼠 這個鼠是鳳頭燕歐的鼠 那這個鼠是離海燕歐的鼠 那他就是指這種體型 大概四五十公分以上的燕歐 他把它算作是大型燕歐類 所以如果看到一隻體型很大的燕歐的話 就可以記這一個部分 那銀歐跟小黑背歐這兩個就是 大家其實最苦惱的 連我都自己覺得有點混亂的這個兩類的族群 所以不想要去細分他的話 就我們可以直接選這個選項 好 那再來就要進入到很困難的地方了 對就是非常複雜複雜複雜的地方 那我沒有新的那個台灣的這本圖鑑 我不知道新版的這本野鳥圖鑑 它有沒有做分類上面的調整呢 我拿的這本舊版的呢 裡面的秀的是一個離海燕歐 那離海燕歐呢 其實跟我們現在Eber用上面的蒙古燕歐是不一樣的 因為然後早期的時候呢 因為他們的分類其實一直在變 那早期有一段時間 那我們的蒙古燕歐跟另外這個是 STEP就是 忘記中文叫什麼 反正就是 就是這兩類的歐 它是屬於離海燕歐裡面的 它是把它放在離海燕歐裡面 那後來現在的話 它又被拆分 分到了蒙古燕歐被分類到了燕歐底下 那這個STEP的話 是被分類到小黑貝歐裡面 那以目前的Eber上面的分類來說 燕歐大概有五個 五個亞種 就是分別是 美洲地區的燕歐 歐洲地區的燕歐有兩種 那兩個亞種 那另外台灣地區可以看得到的就是 蒙古 之女燕歐跟蒙古燕歐 那小灰被歐的話呢 它又被分為也是五個亞種 那台灣的話大概就是只有看得到 灰林燕歐 那其他的話都是在歐洲地區的小黑貝歐 那我們這個選項裡面還會有一個是 泰米爾燕歐 那我有大概再仔細去查了一下 其實這個泰米爾燕歐它算是一個類群 那目前它的樣本資料還不夠 就是血液的基因的樣本資料不夠 那之前是依照外型把它區分出來做一類 不過目前的話 有可能懷疑它是跟 灰林燕歐跟織女燕歐的混血 所以它是不是一個明確的種也都還不一定 所以泰米爾燕歐的話 它其實不算是小黑貝歐裡面的一個亞種 它目前只是算是一個獨立出來還沒有分類的一個類群 對 所以我們通常如果選項的話 你如果不能夠確定說它是不是很純的小灰林燕歐的話呢 或者是不能夠確定它是很純 就是不能夠確定它是泰米爾的特徵的話呢 我建議就都還是只要選小黑貝歐就好 或者就是選灰林燕歐 就是泰米爾的這個部分可能就是盡量少用 就如果我們還沒有那麼能夠深入去分類的話 那下面的話就是原本這些燕歐分出來的 又有分出離海燕歐 黃角燕歐跟亞美尼亞燕歐 那我們這邊我把這個是那個 Eber the Bird of the World裡面的圖片 畫的圖片大概放上來給大家參考一下 那其實看得出來 基本上大同小異 但是主要在結構上面呢 李海燕歐它的嘴會比較長一點 腳也會比較長一點 那黃角燕歐的腳也是比較長 那亞美尼亞燕歐的嘴稍微比較短 好 那再來又是 接下來就要講一個就是 大歐當然不是那麼單純 都只能看 都會看得到就是身體灰灰的這個部分 就是灰灰的成鳥的狀態 那我們常常看得到這些大歐都是咖啡色的 或者是咖啡色帶灰色 那其實這個就是他們在年齡上面不同 與色也會有所不同 那有一個就是對於鳥 對於賞鳥來說就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就是說 換雨其實是一個連續性的過程 所以不是每一隻鳥的樣子 它的雨色你都能夠在圖鑑上面查得到 因為它是一個連連續性的變化 就是它每一個階段每一個階段的雨色 其實都一直在改變 那以大歐來說呢 他們研究上面 下雨跟冬雨 這兩個部分 它冬雨的話 它是把它當做一個基準 叫做Basic Plumage 那下雨的話它是 算是一個變換的過程 所以它把它叫Alternate Plumage 那所以我們在做這個 他們圖鑑上面在畫 或者是我們在做辨識上面的參考基準 都會以冬雨作為一個參考的基準 那在年齡上面來說呢 就是一開始出生 那一開始是Juvenile 那一開始是未成年 那接下來的時候呢 過了一個春天之後 會變一零 然後再二零三零四零 然後再來是乘鳥 那每一種歐它的換雨 有的是也不一定都是 玩四零的時候會完全換完 有的時候會有的歐 像小黑貝歐 它其實就沒有四零的雨色 因為它四零的第四零的時候 其實就已經跟乘鳥的雨色一樣了 那我們從下面這一張圖 我這邊把它大概整理了一下 我們再重新review一下 剛剛的這個概念 就是這個是一月份到十二月份 那我們小鳥出生的話 大概通常就是四月到八月之間 大概五六月的時候 那出生長到大可以獨立飛的時候 大概是在八月左右 那那時候剛開始可以飛的時候 我們把它叫做未成年 是juvenile 那這個juvenile的時間其實比較短 通常到了十月十二月的時候 它就會開始轉變成為第一零的冬雨 那第一零的冬雨 我們這個第一零的話 通常就是以一月這個時候來看 所以就是接下來這個十月之後呢 過來到了隔年的四月 這個時候的話就是第一零的 就是算是它的一零 一零的雨色 一零冬雨的雨色 那再來進入夏天的時候 變成alternate 就是變換的過程中 會進入一零下雨 那一零下雨的時間通常都比較短 這個alternate的時間都比較短 大概四月到八月 那到了這個八月之後呢 我們它又再進入到了第二零的冬雨 那第二零的話就是從第二年的十月左右 到隔年的大概二三月之間 那其實這個上面的月份只是一個大概的參考 每一種歐他們換雨的時程其實都不一樣 有的比較早有的比較晚 所以大致上面來說就是 像是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第二零的下雨之後 進入第三零的時候 這個時候這邊括號A就是小黑貝歐 它已經轉換成了成鳥的冬雨了 那其他的大歐這邊 銀歐跟台灣來說 銀歐跟會貝歐的話呢 它還是進入第三零的冬雨 那第三零之後 第三零的下雨之後呢 才會進入成鳥的冬雨 那再來成鳥的冬雨 那再來成鳥的冬雨 有時候有的它第四零 有的歐它的第四零跟成鳥的雨色還是有些許的不一樣 所以它多半的歐大概第四零的時候 進入第四年的時候 就都已經會變成成鳥的雨色了 那通常第五年之後 就所有的歐大概都會進入成年的狀態 那我們就是 那我覺得大歐裡面 第一個我們要先能夠去判斷它的年齡 所以就是像剛剛講的未成年 10、20、30 我們要怎麼去看 就是可以從這兩個部分來分 一個是嘴巴的顏色 然後再來是身體的顏色 那未成年的時候呢 它的全身 它的嘴的話是全黑的 會非常黑 都不會沒有帶一些粉紅色 像這邊 這邊是以那個灰貝歐為例子 它這邊是以小灰貝歐為例子 那這邊看得到Juvenile的時候 它的嘴都是全黑的 那這個也是 因為小黑貝歐 它花雨的速度比較快 少了一年 所以它在Juvenile的時候 有的時候頭已經開始變得有一點白了 那再來的話 進入一零的時候呢 它的嘴的部分呢 肌部大概開始會開始帶一點粉紅色 那整體來說看起來還是比較黑 那這個時候通常就是一零的嘴 那小黑貝歐在一零冬雨的時候 它的嘴也是這樣子黑色帶一點肌部 有點粉紅色 那它身體的話呢 身體因為 呃 開始沒有那麼咖啡了 它開始身體會已經開始變成 這個是 黑貝 灰貝歐的一零冬雨 它開始會有點開始變得比較白 頭部的地方開始會漸漸的比較白 那因為小黑貝歐 小黑貝歐它的喚雨的速度很快 所以會很明顯的看得到它頭白的很快 那接下來的話呢 鷹歐跟灰貝歐它二零的時候 它的嘴就是很明顯 大概已經是粉紅色的肌底 那只有前端的時候會出現一點黑 那身體的時候 這個時候還是大概都是以咖啡色的為主 那慢慢的會開始有一點 呃 開始會轉變成這個灰色 灰色的地方會開始比較多了 像是這邊它這個是 成長比較緩慢的二零的冬雨是長這樣 那成長比較快的二零的冬雨被 有的就已經開始全灰 那主要的特徵就是我剛剛講的 其實就是嘴肌整個 基本的顏色大概都是粉紅色的 只有尖端會比較黑一點 那小黑貝歐因為它的換雨的速度比較快 所以它在一零下雨的時候呢 就開始進入到這些銀歐灰貝歐的二零的狀態 一零下雨的話就是大概在這個地方 它的背已經開始有點灰 那身體幾乎都已經轉成全白 那它的嘴 這一張的話就是說剛剛說的就是 一零它的winter to summer 就是大概春天的時候 一零的春天的時候 它大概就是頭全白 那嘴肌部分紅色尖端紅色 那背的話就是很明顯 就還是咖啡色 但是它到了夏天的時候就換得很快 可能就已經馬上都要變成灰色了 那再來三零的時候 三零的話就是我們的嘴會進展到已經開始有點黃 就是已經是大概是粉紅黃色 就是已經帶有黃色 那黑色就只剩下很尖端一點點 那這個你只要看到這個嘴大概知道就是 它已經快要進入成鳥的階段 那這個時候的背呢也幾乎 雖然還有一點斑駁 但是幾乎也已經是進入全灰的狀態 那小黑貝歐就很快嘛 所以到了惡靈冬雨的時候呢 這個狀態就是小黑貝歐的惡靈的冬雨 那這個時候背也已經幾乎全黑 那嘴巴就像剛剛說的是肌部已經變成黃色了 那就只有前端帶一點黑色 那成年的時候就是我們最常看到 就是身體白啊 然後翅膀灰黑這樣子 這樣子的雨色 那小黑貝歐它的山林的時候 雖然說停的時候看起來也是像這個樣子 但是它其實飛起來的時候 在飛雨的部分還沒有完全的變成成鳥的狀態 那剛剛這個就是花比較多的時間來講一下 大歐的年齡上面的區別 那時間好像來不及 講不完 那這邊再趕快再講一下就是 大歐的部分的話呢 其實就是像剛剛前面也有提過 它的身形其實略有不同 但是實際上仔細看的話 像這些歐它的腳會比較長 那頭有的比較圓 有的比較離狀 那嘴型的話也有 有的比較粗 像會被歐的嘴就比較粗 那有的嘴就會比較細長 那另外就是我們在大歐的時候 辨識如果有一些歐想要問 丟到辨識板去問的時候呢 它的這些歐的紀錄的時間點也很重要 因為每一種歐它在換語的時間點都不一樣 所以有的時候我們要用這些換語的狀態 作為一個很重要的參考去判斷說 它到底是 它是哪一種的歐 那這邊就是要提到一個我們很年輕的鳥友 他很厲害 就是我這邊也是在報告之前才跟他惡補的 那他整理就是他 就是看了這些 看了大歐的圖鑑 然後還有就是整理Steve 還有其他大家的一些資料 他做了一個很強的筆記 那他這個筆記還沒做完 所以他說連結先不要放上來 等他 我相信他做完之後 他也會把這個筆記分享給大家 那他 我後面接下來兩頁的兩張表格都是他整理的 那他目前整理好的部分就是在 成鳥的時候的語色的辨識 那 這邊就是大概提一下就是 剛剛說的先講 等一下就是要先分辨一下 我們剛才提到未成年的部分 那重點的話就是 就是這兩個部分 一個是知道這一塊是三級飛羽 那這邊的話是P1到P10的初級飛羽 就是從外面數過來這邊是P10 然後到P1 那這個我這邊整理出來就是說 不帶灰色時期的辨識 那我們可 這個是比較粗略的辨識方式 就是如果真的大家想要 細分這幾種台灣比較常見的歐的話 我們大概從這三個部分去做區分 那飛起來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看他的圍與外側的黑帶範圍 那支女銀歐的話呢 這個是支女銀歐 他的黑色的寬度的話 大概是佔了三分之二以上 外側的黑色的佔白色大概三分之二以上 那蒙古銀歐的話呢 很明顯他的黑色比較窄 大概是三分之一而已 那小黑貝歐的話 灰靈銀歐 他其實跟支女是比較接近 但是他大概是二分之一 那黑色外面的黑色帶大概是佔二分之一 那灰背歐的話呢 他飛起來的時候 尾巴後面這邊不帶白色 是全黑的 所以飛起來的話 就可以很容易的去分辨灰背歐 那停漆的時候呢 我們會看剛剛這邊說的三級飛羽的部分 那三級飛羽的話呢 兩個銀歐之女銀歐 蒙古銀歐其實都是比較深咖啡色 這一個他這邊是比較深咖啡色的 那再來的話 如果是灰靈的話 他停下來他是會很黑 他的三級飛羽會幾乎跟初級飛羽的顏色接近 就是會很黑 那再來如果是灰背歐的話 他的三級飛羽的顏色很淺 大概跟身體比較沒有色差 那跟那個初級飛羽的黑色的對比會蠻明顯的 所以停漆的時候可以先初步用 這一個三級飛羽的特徵去區分這幾者 當然說這個時候的狀態很多時候還是很像 但這個只是簡略的先大概的區分一下 那體色的話呢 就是支女銀歐他會比較是處於咖啡核色系 那蒙古他會比較有一點帶蒼白 會有一點灰灰的 所以灰核色 那小黑背歐的話他會黑白比較明顯 因為他換一換的快 所以肚子的部分常常見到他都已經是幾乎全白了 所以就是如果我們看到這個未成年他身體很白 跟翅膀飛起來的顏色很深 這樣子有很明顯的對比的話 其實我們大概就可以判斷說他是小黑背歐 那灰背歐的話呢 他的身體是比較深的核色 那他其實主要的特徵是嘴比較粗裝 那腳的話是比較深粉紅色 那這邊這個表示就是未成年的時候的辨識 那接下來的話這個就是剛剛講 是Lancerline他整理的資料表 那這個的話就是主要是在比較這個是成年的部分 其實我這樣看起來成鳥要去分 其實反而還比較沒有那麼的容易 那我們這邊大概簡單的解說一下 就是這個幾個重要成鳥要比較的一些辨識的部位 那先講這個是星月斑 就很多人也不知道星月斑是什麼地方 像我之前其實也還搞不清楚星月斑是什麼 那星月斑其實就是這個成鳥的時候 這個初級飛魚會有灰色跟黑色之間的交替 那星月斑就是指這個初級飛魚裡面灰黑交替 中間偶爾會帶有白色 這個叫做星月斑 那小黑背歐的話他的星月斑是不明顯的 那織女跟蒙古他的星月斑就是像這隻一樣是比較大 那再來這個腋下灰色末端的灰色斑 這個也是他比較吃光線就是光線好的時候才比較看得到這個特徵 那再來P10的灰色斑 P10就是最長的外面這根的羽 這根的羽毛 那他的腋下的話呢 這一段灰色的長短也可以比較容易去判斷說他是哪一種歐 那小黑背歐的話呢 他的其實這個P10的灰色斑是比較短的 就是黑色的範圍比較大 那銀歐的部分呢就是灰色的部分會比較大 那另外我們再來看就是初飛的黑色範圍 這個是指我這邊綠色的圈起來的地方 那不是說錯了 是意上黑色範圍達P10 這個是指這邊PC是PC是指Primary Covered 就是大富裕 那就是P10跟P就是 他是只有P10 這三種的話P10都會達到 富裕的地方 黑會延伸到這個PC的部位 那如果小黑背歐的話 他的PC也會 他的P9這一根的話也會到達PC 那如果是織女跟蒙古的話呢 他們像這張圖 他的P9就不會到達 黑色就不會到達PC的部分 那黑色的這個範圍就是說剛剛這邊延伸下來 大概是到第幾根會有黑色出現 那角的顏色啊或者是其他背的顏色啊 這些其實都比較有很多重疊的部分 那像這邊剛剛那隻就很明顯可以看得出來 他是一隻織女螢 那現在這邊的這一隻呢就是小黑背歐 那我們再來看看他剛剛講的這些部分 像是P9 P10有達到PC 那再來就是他的 那再來就是他的 灰白 他的星月斑 就是他的黑色跟灰色之間的間隔 他沒有什麼星月斑 就跟剛剛那隻織女螢 比起來相對少很多 那另外就是他腋下的部分呢 這隻PC他的灰色黑色的範圍很長 所以他灰色的範圍就很短 對那這這樣子的這些特徵 其實我們就可以判斷成鳥 成鳥的部分的話就是可以用 這隻就是那個小小黑背歐 好那這個是另外一個就時間序 就是我們在如果有照片要辨識的話 我們大概就是會很需要靠這張表格 那這個就是說他換雨的時間順序的話 會從P1再來換一直換到P10 那11月的時候 小黑背歐大概是P5到P7再換 那隻女的話是P6到P8 那蒙古是換的最快 所以他P9 P10 那這邊比較重要的就是說 頭部就是冬雨的時候會有一些雜斑點嘛 那蒙古螢幕會換最快 所以他在1月的時候 通常頭就已經會全白了 就是已經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辨識的特徵 好 講完大歐了 可是也快一個小時了 我燕歐都還沒講到 哇 好 那大家看了之後會不會覺得人生沒有方向 那其實歐的方向就是去找薯條吃 好 那我們接下來進到燕歐 還有很多很多怎麼辦 我一個小時講不完 可能分上下集好了 那我這邊主要就是要講說 燕歐在遠距離上面的辨識 我先大概把它分成幾個 幾個系列就是遠遠的看 那黑色系的話就是玄燕歐 黑玄燕歐跟物靈燕歐的幼鳥 那黑白色系的話就是白眉燕歐 物靈燕歐 那白色系就是最多的就是歐嘴 普通燕歐 白藥燕歐 紅燕歐 長燕歐 黑不燕歐白色 黑燕歐小燕歐 那再來是嘴巴黃色的黑嘴 裝跟鳳和燕歐 那紅嘴的是離海燕歐 好 那這邊我要播影片就是 我們今天大概先講到這邊好 我們把影片看完 對就是大概這個也是比較遠距離在辨識上面 大家比較難去catch到的一些點 就是一些辨識的技巧 就是我們遠遠的看像在馬剛那邊要看外海 我們要怎麼知道它是哪一類的鳥 那比如說距離都五六公里以外 那燕歐的話它其實飛行的高度會很高 那它通常都會持續的拍打翅膀 那它拍翅的速度會都比較快 那比較少滑行 那相對於水蜜鳥的話 就是我們看過去海平面通常會比較高 那所以就是水蜜鳥在飛的時候 它通常會這樣子左右傾斜的滑行 對那它比較少會拍翅 那如果它有拍翅的話 它拍翅的速度是比較深比較快拍幾下 那信天空飛行方式會比較像水蜜 但是比較大的差異就是說 它偶爾會飛的比較高 它幾乎不太拍翅膀 那有拍翅膀的時候 它會比較是慢慢的輕點幾下 因為它翅膀比較長 所以它是慢慢的輕點的幾下這樣子 那它偶爾會晃起來會比較高 所以我們在遠遠的海平面上面 有時候就可以看得到 信天空這樣子的狀態飛過去 那再來海燕的話 海燕它體型比較小 所以體型比較小的鳥的話 它拍翅膀的速度其實就會比較快 那它也會比較貼水面在滑行 但是它就比較少滑行 因為它翅膀短 所以它通常就是會直線的這樣子拍翅膀 然後偶爾才會帶有滑行 就是它滑行的比例會比較少 那尖鳥的話它體型大 所以拍翅膀它是比較深比較慢的 那它飛行的高度偶爾會飛低 偶爾飛高就不一定 它有時候會飛高起來 俯衝下去吃東西 所以這幾類的鳥種 每一種的飛行方式其實都不太一樣 所以我們在遠距離用單筒看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這樣比較簡單去區分各類的鳥 那我們先大概看一下影片的部分 稍微看一下影片的部分 好 好 這個就是懸焰歐在飛 那它就是通常拍翅膀的比例比較多 那拍一拍它偶爾會有滑行的狀態 都是穩定的在拍翅膀 偶爾會有滑行 好 遠遠的看的話是像這樣子 偶爾會滑 但是主要通常會離海面比較高 然後穩定的拍著翅膀 好 那再來看水替 好 水替腦他們就是通常會比較貼近海面 那幾乎都是用滑的 那有 因為他們都會找氣流 所以沒有氣流的時候他們還是得拍翅膀 那拍翅膀的時候其實速度頻率算是比較快 對 然後 然後 飛的話他們會左右滑 就 sure water的意思就是說他們的 其實 飛魚的末梢其實是會有時候常會切著水面 切過水面 對 好 我們把這個水替鳥 它的飛行的姿勢大概是這樣 那我們再來看信天翁 好 那信天翁的話 它也是 偶爾就是會比較貼 它跟水替的比較像 那它翅膀很長 那你看它拍翅膀的時候 其實 稍微 因為它的翅膀長 所以輕拍的幾下 就能夠飛比較遠 就不像剛剛水替它拍的很快 震刺頻率很快 大概都是緩慢的拍幾下 那幾乎比較多的時間都是用滑行的 那它偶爾會飛的比較高 所以如果在很遠的海平面 我們大概只有在它飛高的時候 才比較容易看得到 好 那海燕的話 海燕它是體型比較小 所以海燕它通常的話 是比較常常是 持續的拍著翅膀 那當然它 它當然也是會滑行 但它就不會像水替一樣 是會這樣左右 左右傾斜的滑 它是 拍翅膀拍很快之後 再滑一段 所以主要 以比較多的話 它是 以拍翅膀比較多為主 好 那尖鳥的話呢 尖鳥的話呢 尖鳥的話它體型很大 那上下飛不一定 好 好這個就遠遠地方的尖鳥 它拍翅膀的 就是會比較深 比較慢 那也是以拍翅膀為主 它比較不會像水替 跟那個 性天鵝一樣是用滑的 它拍翅膀都會拍得很重很慢 這樣子 好 那偶爾會像這樣子 就是會衝下去 俯衝抓魚 這是尖鳥的一個特徵 好 那現在剛好八點了 想問主持人怎麼辦 我後面還有很多燕鵝都還沒講 好 那因為我們時間也八點了 那晚上的話 我的建議是我們再另外安排時間 政府覺得對不對 好 ok 因為我想說其實大家吃飽飯 那今天其實一個小時的資訊量 其實已經相當龐大 我覺得大家可能也需要吸收一下 那今天的這個就 這個演講 那我們也還是會有錄影的部分 那後續中央兩會也會放過在網路上 那今天其實確實在 對大歐的辨識部分 那提供非常多 非常使用的資訊 但是其實真的也是需要大家再花一點時間 好好消化一下 好 那我們也期待 就我們再跟政可這邊再商量 我們下次的一時間 那我們再期待政可為我們帶來這個 燕鵝的部分的一個討論 那我相信也一樣會是非常非常精彩 那政可部分那你的今天的這個演講 就大概就先到這裡 好 好 那我就再一次感謝大家 然後我想在雖然已經八點了 我想也想問問看說我們線上的夥伴們 因為今天大概也有100位的朋友參加 那問問看大家對於今天 今天其實最主要還是針對大歐的部分 那不知道有沒有什麼樣的問題 那因為我看訊息這邊目前是沒有特別提 那只有 有提供一些其他一些資訊 好那我開放一點點的時間 問問看大家有沒有什麼 要討論的一個地方 有嗎 如果各位如果有相關的問題的話 你可以直接舉手發問 不要 這很好的一個機會 好 那我再待一下 好像沒有人特別有問 那沒關係 那因為今天時間已經晚上八點了 那我也不耽誤大家太多時間 稍後我們也會再跟這個 政可這邊再商量一下 我們可能下次一個時間 那也就請大家再期待 我們下次的一個 一個關於驗毆的一個分享 那確實 其實我今天真的學到非常多 那也知道很多年輕的這些商量的朋友們 對於這些艱難的這個辨識的部分 其實相當的用心 我想透過這樣的交流 可以讓大家 對於這些辨識上面 可以獲得更多的知識跟技巧 那當然 透過這樣的一個大大分享交流 可以整個提升我們台灣Eber 大家在相關紀錄上的一個品質 那就今天我們的活動就到這裡 那就再次謝謝政可 還有在線上參加的各位 我們今天活動就到這裡 那謝謝大家的參與 那我們的活動訊息 也會 確認之後也會盡快公布在網路上 OK 謝謝大家 那我們今天活動到這邊 拜拜